好多人都試過把不辣的食物拌在一起 就當是一個新料理 不過通常都是中伏的 今次我介紹你五個配搭 竟然個個都說好吃 是真的不是 一於試一下吧 日本有一位味博士就研究了 只要一種料理有齊甜、鹹和鮮味 這個理想的三角形 就會是好好味的啦 首先第一個是官方的食譜 雪米池多士 很簡單 就是把一塊麵包、一塊芝士和一塊雪米池 放在一起 丁去丁 好美 搞定 下去丁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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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甜麵菇 一點也不符合 不錯 有點似加煉奶 有下眼 布甸拉麵 麵已經可以了 然後馬上加布甸 完全變了色 淺色了十倍 我不客氣了 有點像芝士湯 好味 真的很好味 有點奶油 什麼感覺 吃不出是布甸味 待會給同事試試 第三個很簡單 香蕉加小魚 把魚放上去 又成為一道料理 是否沒想過這兩樣東西 竟然可以放在一起 試試 吃下去魚完全不腥 挺搞笑的 但又挺好吃 不錯 之後就是我想未定的 日本的醬油冰淇淇淋 其實就是冰淇淋 加醬油 鹹的冰淇淋真的美味嗎 先把冰淇淋 加多少才適合 是挺好吃的 不錯 可以多加一點 多加一點 多了多了多了 這個口感很新奇 最後一個就是蔬菜茶 有水果茶怎可以沒有蔬菜茶呢 一如試試吧 我選了綠色的蔬菜汁 這兩個顏色混在一起已經感覺到… 有點奇怪 剛才吃剩的雪糕混在一起 已經融化了 嘩 草青味 我覺得不難喝的 真的OK 什麼來的? 藍黃包 藍黃包很鹹 為何會有泡菊味呢 會暈到這麼多東西呢 我們加了一樣神秘的物料 令到它… 沒有泡菊味的 粟米 芝士 很膩 OK… 香蕉 對 加了什麼呢 鮑魚嗎? 一半吧 行了…不要太多 是豉油雪糕嗎 對呀 想吃第二口 想吃第二口 熟你了 喔 青瓜 青瓜茶嗎? 忌廉青瓜茶嗎? 忌廉青瓜茶 很遲 很近的 蔬菜茶 蔬菜茶 加了球雪糕 這裡是不是所有東西 都是把鹹和甜的混合在一起 沒錯 衝擊味道 一般的 我覺得吃完這餐 這五樣東西之後 我是懷疑人生的 緣 緣 雞招煎 雞神 雞 雞 感谢观看